好色风流 不是冤家不巨头 只为淫人妇 难保妻而否 嬉戏眼前谋 内满身后 报应从头 万恶淫为首 因此上眉晒邪淫 一笔高 几句闲词过后啊 就暴露了咱们 接下来要聊什么了 咱们书馆接下来要聊的 就是这个晚清著名的冤案 叫做杨乃武小白菜案 这我得板着点了 这么说它不好听 什么呢 就是从小我习惯了 管这个菜叫小白菜 可是这个东西 搁在咱们这部书里 在天而化音 显然不合适 它说的不是一个菜 它是一个人 咱们尽量吧 尽量打这起 咱们说小白菜 不说小白菜 咱们前文书 当然咱们指的是 那个大段的前文书 说的是晚清其案 张文祥赐马 有这么一说 这大清朝廷 两宫皇太后 借助张文祥赐马案 打压了乡军的气势 从这个有好朋友 给咱们书馆留言呢 就能看得出 很多好朋友不信 没察觉到 他们说 没觉着 这乡军受到了多大的损失啊 这曾国藩本来呀 让两宫皇太后调到了天津 任了直立总督了 说是名声 实际上是暗将啊 把他呀 从这个两江总督任上 一调走啊 施展不开拳脚了 要说呀 这人呢 无论高低贵贱 都是福地上人 在家门口啊 能耐着呢 一旦离开家了呀 那懂有为难招宅的地方 这两江啊 虽然不是曾国藩的家乡 但是那儿 可是曾国藩发迹的地方 那儿啊 有他的部队 有他的老部下 有忠于他的一些官员 说白了 就是乡军集团 本来就是为了削弱他的权力 把他调任了直立总督 这郑敦锦呢 二审刺满案 朝廷啊 又把这个曾国藩 调回到了两江 这明显是乡军营了呀 实际上不是 在马新仪 接替曾国藩 做这两年多的两江总督时候啊 已然把乡军裁撤的差不多了 那有人说了 这慈禧太后 让马新仪查找 太平天国圣库的去向 不是也没查清楚吗 哎 是没查清楚 那咱们就先得说呀 这慈禧太后 为什么要追查圣库的下落 这慈禧太后 真的是看中了 这圣库里的银子吗 当然 这清酒红人面呢 他彩白动人心 这银子他总是好东西 不过呀 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方面 实际上啊 这西太后 是怕有人把圣库中的金银财宝啊 用作军饷 继续反抗大清 后来呢 风言风语的说呀 哎 这圣库当中的金银财宝 实际上是被乡军的首脑分了 当然了 去分钱呢 那曾伯藩肯定不会参与此事 再者说了 真分钱 用他出头吗 他兄弟曾国权就办了 那么最后让慈禧太后最为安心的是 也就是啊 这太后老佛爷 放弃了追查圣库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呢 就是乡军被裁撤 这些能造反的人呢 哎 都该哪玩哪玩去了 再者呢 虽然有证据证明 这曾国权贪污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啊 他却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呀 回乡了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成了一方的富家翁 抱胳膊跟儿 闷得着密去了 再者来呢 这曾国藩的身体呀 实际上早就不行了 从这个天津教案出来 转治两疆的时候啊 这曾国藩随身一直带着一口棺材 据说啊 这曾国藩当时感觉自己的肝病很重 那意思是说什么呢 哎 在哪躺下呀 就在哪成练 然后运回元吉安葬 省着到时候啊 抓瞎 曾国藩到任两疆之后没多久 也深归纳师去聊 所以说这么看呢 最后的博弈还是朝廷 还是慈禧太后赢了 不过这乡军一脉 已经渗入到大清国朝廷当中的骨穴里了 不光是封疆大吏 就是地方的小官当中啊 也渗透进了乡军的势力 哎 有人就说呀 这慈禧太后就是又借助了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 整治了江南的官场 烧带手整治了乡军在江南基层当中的势力 那么说这杨乃武与小白菜啊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案子呢 要说起这个杨乃武小白菜案呢 那是这个案件的小名 也就是民间说法俗称 那么这个清史当中是如何记录这个案件的呢 这个案件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案件啊 叫浙江民人革品莲身死案 今天啊 咱们先把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给您介绍一下 因为啊 他庞之末节传说版本过多 所以呢 又想把它讲的有意思啊 咱们得分个三五节书的 那么说这是一个什么案子呢 坊间说呀 这是清末四大一案之一 这故事发生地呀 就是大清浙江省的渔航县 现在没有渔航县了 据说是杭州市的一个区 那为什么是据说呢 因为学徒我没去过 那一大片啊 都去了 就没去过杭州 这故事就发生在同志的十二年 那一年呢 公里算是1873年 也就是啊 咱们前段讲的大清刺马案的第二年 说在这年的渔航县呢 有一个乡民叫做葛品莲 暴毙了 也就是得暴病死了 他媳妇叫什么呢 他媳妇啊 叫葛碧市 也就是小白菜 因为这个武座验尸的错误 以及啊 这个坊间的传闻 所以知县刘希同啊 就武断的判断呢 这个小白菜和本县的新科举人杨乃武 有奸情 所以才用皮霜毒害了葛品莲 最后呢 因为这个媒体申报的重视 总是报道此案 后来这个官司又闹到了北京 两宫皇太后亲自过问 哎 亲自下旨 才为这二人呢 洗脱了冤情 当然了 前后啊 一下子折腾了好几年 几次复审 几次重审 坊间的传闻说法又众多 所以这故事啊 才显得非常曲折 说到这儿呢 我又想起来啊 前两天有人还在书馆 给我留言 说这大清国呀 哎 这个刑狱就是这样 总闹冤案了 总是啊 这杀人总有灵池的时候 整个啊 中国古代灵池的人 加到一起 也没有清朝 这一朝灵池的人多 说实话 这话呀 过于的偏激刻板了 不太对 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古代的刑法呀 它无非就是五种 吃账 徒留死 这鞭斥呢 您可以理解为 就是打板子 这杖刑可厉害了 就是打棍子 这图形啊 就是关押 流行呢 而流放 流放到这个 塞北苦寒之地呀 哎 有的流放到这个 南方燕帐之地 哎 这死刑就好理解了 哎 有这个绞刑 有斩刑 还有这个 刚才咱们提到 多灵池啊 虽然咱们一说起来 就这五条 吃账 徒留死 可是中国古代 很多朝代 把这五条啊 研究的很花哨 那您就查去吧 这秦汉法典里 也广至死就多少条 这绞刑啊 也就是勒死啊 是最轻的 那最重的还有什么呀 海刑 剁成肉酱啊 有施过这种刑法的人吗 有啊 赵高 就是这秦营正那太监头 哎 后来不就是被海刑了吗 剁成了肉酱 哎 这太恶心了 咱不说这个 咱们还说清朝这点事 到了清朝之后 这大清律 名利律当中 记载的非常清楚 这大清国只有两种死刑 一种啊 叫绞刑 一种叫斩刑 特别严重的 哎 涉及到这个群情激愤的 或者是啊 这个谋反谋逆的 为了这个立正典型啊 警示于人 也有被判处零食和这个消逝的 那么零食好理解 千刀万剐呀 这个消逝呢 这个消逝啊 是斩手的一种 可是斩完了之后啊 哎 这尸身 这家里人可以领走 这脑袋不让领 必须要挂到高杆之上啊 向众人展示 已经效尤吗 据说呀 这个乾隆年间平回之战 这小河卓货战的脑袋 从新疆拿到北京之后啊 就挂在前门外五排了 最热闹的地方啊 一挂挂了好几年 最后才被做成了酒碗 有人说你说这跟本案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是清初啊 这清朝对死刑是非常慎重的 明王规定啊 地方州县官员只能判这个吃账等轻刑 对了 讲到这儿啊 还得有一句话 哎 要多莫分一下 哎 就您得分清楚了 这个吃刑跟账刑啊 咱们在这儿说的呀 那是刑法 就比如说吧 我给您打个比方 这张家的儿子张小二 偷人家东西了 被人扭送当官 这县态老爷审问清楚 案犯供认不讳 欠字画押之后 这老爷说 判杖刑八十 在这儿啊 或是打板子也好 或是打棍子也好 这已经是老爷的判决结果了 可是换句话说呢 这张家的儿子张小二 偷人东西了 被扭送当官 滚热糖就是不招 这老爷说呀 那用刑吧 先打他三板 这壮瓣的牙医呀 拿过来水火无情棍 对着这个张小二的屁股 啪啪啪就三板子 这不算刑法 这就用刑逼供 属于是中国古代一种审讯陋习 虽然惨无人道 但是这老爷认为呀 最好用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人是苦虫不打不忠 抄手问识 是量而不咒 所以该揍啊 就得揍 那么这个什么官员才能判这个徒刑和流刑呢 总得呀 这个总督和这个群府一级才能有权判裂 也就是说啊 你这个县官府台 审完了之后啊 觉得这人得徒刑了 或者说得流刑了 转成到上一级的都府级别 批示了之后才算有效 那么说死刑谁判呢 哎就得皇上亲定哎那叫什么那叫冒秦沟道 您到这北京去玩家进紫禁城走过前三殿之后啊 过了天津前清门一礼有个前清门的广场 这广场西边啊有个殿叫什么呢 上面写的清楚叫冒秦殿 每年到历秋的时候皇上啊在这啊就搬一天宫 传说的是这样 这一天呢 这皇上啊蒙着眼把全国所有的死刑犯的名单呢 摊到这龙书案上 皇上拿一红笔勾勾勾着谁了杀谁 您想这能是真的吗 这也太儿戏了 不过呀 这事啊 很多人都身心不疑 因为这种说法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里 所以很多人呢 他就当真事听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呀 实际情况是啊 这皇上要仔细阅读这个暗宗 在这些死刑犯当中啊 选那么三五哥 罪大恶极的 用红笔勾绝 就这样啊 旁边的大学士还得赶紧跪倒 跟这皇上说呀 这上天有好生之德 五皇陛下是笔下超生 所以呢 在清中期以前呢 就这么推推让让的 一年的大清朝 实际上杀不了几个人 有人说不对吧 从这个 爷时笔记文学作品当中 怎么静看这个大清朝杀人了 哎 您说的没错 但是有原因 自从啊 这个乾隆晚年 白连教兴起 然后啊 就是太平军 碾军 闪肝回乱 一直到后来的 庚子国乱 义和全匪 直到辛亥年的孙皇革命 这启军也好啊 是权匪也罢 一直到最后的革命党人 这大清朝所遭受的动荡是越来越大 哎 造反的人就越来越多 您想想这皇上一个人冒情勾绝还勾得过来吗 所以呀 这死刑判决权 一下子可就下放了 先是下放到了地方都府 到最后啊 这县里边都有处决革命党的权力 所以这杨乃武小白菜 第一审 清已就被定了死罪 杨乃武处斩小白菜凌迟 如此判决被定成了冤案 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啊 这清政府 为了应付啊 各地频繁的农民起义 不得不放宽死刑的复合制度 允许地方官直接将死刑就地正法 有很大的关系 这复合制度一简单 这地方官直接把控着生杀大权 所以导致了不少的冤案 其实啊 这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呢 哎 只是其中一个 当年呢 闹得挺欢式的 什么江宁三牌乱案呢 河南的王树文顶凶案呢 都是当时在这种制度下 典型的冤假错案 那有了冤案怎么办呢 这大清国呀 还有一种制度 叫做扣婚 那这扣婚是什么意思啊 扣婚呢 就是找到最高的司法部门去告状 可咱们都知道 这大清国最高的司法部门 什么督察院啊 通政司啊 布军统领 衙门呢 这些地方不受理民词 那若是理了民词啊 那通常都是冤案 那这些部门审理民词啊 叫做上控 上控以后呢 就是扣婚 扣婚呢 这皇上就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上控扣婚 这个过程 在民间有个说法 就叫做告狱状啊 这杨乃武的家人呢 上了北京城 告了狱状 这才给这个二人冤案得雪 这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基本情况和当时的刑狱背景 那接下来的两天呢 咱们就要好好掰扯掰扯 这杨乃武小白菜一样了 这里边是不是真有奸情 精彩回目 就在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